近日,俄罗斯曝光了一款全新的无人作战飞机S70猎人B,其采用了国际主流的隐身飞翼式气动布局,看起来相当先进。 有趣的是,这架无人机的曝光方式,有点像当年的歼20等中国战机。 目前的网络照片几乎都是俄罗斯本土爬墙党在跑道边偷开而来,这架隐身无人机第一张模糊照片已经公开。 就在各国军事媒体界引起轩然大波。 很多支持者表示,这是俄罗斯航空技术的最新成果,甚至迫不及待的冠以第六代战斗机的头衔。 然而,随着远处偷拍的模糊难尾图,变成了长焦高清照片。 这款无人机很多细节暴露出来,但结果却令人十分意外。 只见这架飞机的上下表面密密麻麻,布满了大小不一的凸起孔洞,就好像长满了窗痘一样。 运迷网友们纷纷评论说,这实在太难看。 窗痘要是再多一点,都快要引起密集恐惧症了。 放大看。 其实,这些窗包基本是突出于机体表面的辅助进气口,还有些是未修行处理的天线。 诚然,在机体表面开个口子,引入冷空气来冷却机再装置,是现代军机的常见做法。 但是,而照片上这些突出的辅助进气口不仅数量较多,不止十分杂乱无靴,并且几乎看不出任何隐身处理的措施。 势必将剧烈增加雷达撒射截面机,RCS,对隐身性造成明显影响。 在俄罗斯相关单位的前期宣传中,猎人被定位成一款能够深入敌后,执行高风险渗透打击任务的无人作战飞机,采用内建弹舱和先进航电,拥有出色的全项隐身性。 但如今有图有真相,机体表面过于粗糙,虽说这狠恶是暴力风格,但背后还是暴露了猎人在设计上,至少有两点不成熟之处。 隐身细节太粗糙。 第一,隐身细节依然没有进步,俄罗斯猎人不仅在机体表面开了太多口子,而且起落架舱门明显也没有锯齿设计。 对比中国历舰无人机,不仅起落架舱门采用了大锯齿,机体上下表面也基本看不到几个辅助开口,需要引入冷却空气的开口,全都集中设计到进气道内部去了。 最大限度的降低机体表面的RCS值,而猎人无人机虽然拥有飞翼布局,但衍生细节真的像苏57一样粗糙,极大优化。 有人说中国历舰是个验证机而已,没有多少实战化的航电装置,自然不需要多少辅助开口,而猎人是无人作战飞机,装置多,所以才有这么多开口。 逼准觉得这个理由很牵强附会,如果信不过中国自己的产品,那么对比美国海军X-47B无人验证机,这款无人机已经完成了航母上的起飞驻舰。 还有自主空中加油,实用化程度远在猎人之上。 但是,X-47B只在机体用上后方设定了一个集中式辅助进气口,天线也大量采用宝形贴片设计。 对比之下,说俄罗斯猎人无人机表面衍生细节太糙,不过分吧? 美国X-47B机体上表面仅有一个集中式辅助进气口,积在装置技术位跟上。 像中国历舰一样,猎人暂时采用了带加力发动机,因而尾部显得比较突兀。 不同的是,猎人采用的是AL-31FM系列发动机,推力吨位更大。 有人据此推测这么多开口,是为了给发动机部件降温,但这也是站不住脚的。 歼10BC都早已改进了突出的辅助进气口。 首先发动机部件不需要这么多的冷缺口。 对比同样采用AL-31FM发动机的歼10BC战斗机。 其后,机身只有一个辅助冷却开口,而且还采用了内埋式设计来提高隐身性。 更何况,猎人施压音速飞行。 发动机不会做长时间高功率运转,更不需要额外冷却。 所以可以断定,这些开口只能是为机在装置提供冷却的。 这也暴露出第二个问题,那就是俄罗斯机在装置整合度不高。 技术没有跟上时代,以F-35歼20为代表的第五弹战斗机重要的先进之处。 就是所有机在装置,高度综合一体化设计。 航电、环控、供电、辅助动力等系统都高度综合化。 这不仅是技术发展的大趋势,也是未来全向隐身所需。 然而,俄罗斯猎人机在装置冷却开口如此多而杂乱。 可以间接推断出其机在装置融合程度不高,各个系统互为独立存在。 和中美最顶尖的产品相比已经落后,考虑到目前猎人只是首架验证机,各项装置还不完善,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。 但无论如何,机在进度上也已经远落后于中国历见,是与俄罗斯媒体所标榜的什么六代机,无人空战,无人突防,这些都需要先进而强大的新一代子系统来支撑。 并不是简单把苏-57的航电装置搬过来,堆系在无人机上就行的。 从目前俄罗斯航空工业的发展情况看,猎人能否实现这些愿景?不容乐观。 姑且拭目以待吧。